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我是主持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的老朋友 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博华老师 彭老师欢迎您 朋友说到桥迁新区是很多人都非常幸福和喜悦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搬家之前要做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装修 比如说布置买新家具 但是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搬自己原来的这个东西 从旧家搬到新家 您说是吗 对 如果说我住的是新楼 楼上有电梯 这个时候搬家我觉得还不算太范畴 是这样的 或者说是旧楼二手房 一 二楼没电梯 它也能够说上一下就到了 可以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程度 要是六楼 或者是七楼 这可是对体力是个考验 对 你一下那个搬家吧 你要把自己东西搬下来 你还要把自己东西再搬上去 两边都是六楼 那是非常辛苦的 对 尤其是大的这个电器 像冰箱 钢琴 这些东西 那其实躲来躲去 这个搬上去 搬下来 的确是个挑战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跟搬家有关系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 城市里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对于即将入住的业主和住户来说 乔迁新居无疑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 可是在搬入新居之前 可有一件事令很多人感到头疼 那就是往楼上搬大大小小的各种物品 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 或者再建楼房 一般不是有电梯 搬运物品基本还要靠人力 听说在青岛有一个人发明了一台 专门为高层建筑搬运物品的云梯搬家车 按照地址 我们找到了他的发明人 金龙旭 发明人金龙旭 发明项目云梯搬家车 金龙旭今年48岁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头脑灵活 又有闯件的朝鲜族汉子 多年以前 在国外逃到人生第一桶金的他 打算回国创业 有朋友拉他去搞当时十分火爆的建筑业 可考察了一番 老金却发现了问题 跟了他一段时间 我看他干的工程 我发现了有几个问题 现在工地的人工 往楼上扛料这块 我感觉都非常吃力 所以那时候我就蒙发了 能不能把国外的云梯救援车 给他安装一个斗子 用斗子 这送料的话 就可以代替大部分的劳动力 怎么样了现在情况这东西 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那您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好 我一会把车开了 好 说到自己的发明 老金难以掩饰 心中的骄傲 而我们也迫不及待地 想见见他的庐山真面目 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中 金龙旭的云梯搬家车 登场了 金龙旭研制的云梯搬家车 灵感来源于云梯消防车 还有载重汽车 云梯壁 运料斗三部分组成 它的梯壁可以实现远深和高深两种功能 最高可伸展到28米 可以将400千克的物品轻松送上六楼 老金的云梯车看起来不错 可是记者了解到 长达28米的云梯壁使用的是铝制材料 这样虽然能够减轻自身的负重 但也可能会出现强度不高 难以承受大负荷再重的情况 于是老金决定现场给记者演示一下 看看他的云梯车是不是大块头 也有大本领 在动力的驱动下 原先折叠在一起的梯壁 缓缓向前伸出 一节一节的梯壁 好像快速生长的竹子 越长越高 越伸越长 那咱们从侧面能看下这个梯壁吗 咱们看现在怎么样 我怎么看见 从侧面看 它已经稍微有个弧线了是吗 对 因为它毕竟长 那还能载屋吗 都变形了 不是 这是属于正常的 您觉得这是正常的 对 那咱们实际看一下 好好好 记者发现 梯壁在伸出时有些摇摆 似乎还有些变形 这还没有负重就发生了变形 要是加上重物 梯壁会不会折断呢 老金的云梯车 不会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吧 我们决定给料斗加上重物 再让老金试一次 我们先撑了大约200千克的沙子 这是云梯车最大载重量的一半 看着工人把沙子装入料斗 老金似乎胸有成竹 刚才那梯壁都变形了 您再运一次试一下吧 200千克的重量 相当于料斗里 占了三四个成年人 这细细长长的梯壁 能经受注 这样的考验吗 这一次我们准备把重量 直接加到400千克 在这样的梯壁角度下 这已经达到云梯车的最大承重 豪爽的老金虽然心里有些打鼓 但还是硬撑了下来 400千克的重量 相当于六七个成年人站在上面 这个重量可是不轻啊 随着料斗缓缓上行 我们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 料斗在每一节梯壁的连接处 都发出声音 这令人十分紧张 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梯壁会突然折断 比送上房顶更困难的 是让料斗平稳地落地 这考验着云梯车的各项性能 也考验着梯壁的负重能力 要知道装载了这么重的物品 要是失去控制 杀不住车那可就太危险了 满满意祸斗的沙子 刚才您说这从上去和下来的 结果您都满意 对啊都满意 那您这个运行状态呢 您觉得这个车拉这些东西上去 吃力吗 也是吃点力 因为毕竟高度太小了 但是您这个只伸出去了15米的距离 对 没到极限呢 我们没看到伸到极限是什么样的 好 您这儿的楼太矮了 能找个高点的地方 咱们试一下吗 可以 可以啊 好 可以 为了进一步展示云梯车的效果 我们来到一个居民小区 这里的楼房实际上是七层的高度 要达到这个高度 云梯车几乎要完全伸出28米的极限长度 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 可是引来不少好奇的居民围观 您见过这东西吗 没有没有 没有见过 您觉得它像是干什么的呀 我也是过 您见过这东西吗 没见过 您觉得这像是干什么的 您看这个样子 是消防队用的车吧 消防队用的车 记者问了几位居民 大家虽然好奇 但都猜不出 这个大家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您住几楼 住一楼 住一楼 那您没这个搬家的搬呢 搬家啊 搬家就是也要请人嘛 您当时为什么选一楼啊 爬出去爬不上去啊 您为什么也选一楼啊 我看您这年龄大都选 到时候你去选择高了不行啊 上方爬不动啊 我刚刚趁您赚TB的功夫 问了几位周围的居民 年龄大的居多 他们好多买一层的房子 就是因为往上搬东西 太费劲了是吧 对对对 看来这个东西需求还是有的 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把梯子全部伸长 伸到28米再搬个400千克的东西 还是比较困难吧 应该没问题 你觉得没问题 这居民小区啊 要东西掉下来就真丢人了 不会 你确定 那咱们先准备一下 400千克的沙子装满了整个孕料斗 老金这一上来就要来个极限测试啊 要知道这可是在居民小区 万一失手 那可不仅仅是丢面子的事了 一定不会发生生危险 不会 好 咱们看一下啊 好 准备 您先启动 这个东西下降会平稳一些吗 如果装这么多的话 还可以吧 应该降下来 咱们看一下 在大家注视的目光里 要都轻松的走了一个来回 怎么样 金先生 我刚才看上下都挺顺的 这400千克到极限了吧 这种情况下也是 像类似于这样的角度吧 6700估计也没问题 6700千克都没问题 那难度大的是什么情况呢 难度大的就是说 那个坡度比较小的那种 角度比较小的难度大 那为什么角度小的时候 它载重反而也小呢 下面请我们演播室的专家 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小的道具 你可以通过这个道具呢 来看一下 现在呢 让这个物体呢 向上运动啊 提的比较高一点 和地面的夹角是比较大的 在上面我们可以挂上 一些个钩码 你可以看到这个云梯呢 它还能够在这支撑住 把钩码给它挂上 这圆云梯呢 没有翻倒的情况 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倾角给它变小 那我们再看一看 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可以把这个云梯 给它放下一些 你看 这样 这样一个角度 现在我在上面挂三岸钩码 肯定就不行了 我们来挂上以后 你就会看到 这个云梯它会翻倒了 对 它会翻倒了 如果说我要减小一个 它也不行 再减小一个 这勉强还在这儿可以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儿受到力以后 这是一个支点 对 如果这个力过大 造成一个大的力矩 就会使它这样翻倒 轻倒 对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倾角 再给它减小一些 恐怕一个钩码 它也支撑不住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杆 它的倾角再变得小一点 你看它一个钩码 也支撑不住了 对 因为这时候虽然力小 但是这点的力弊长了 所以它更容易倾倒 对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云梯如果倾角比较小 伸得比较远 但是伸得不高 上边能够承载的物体 就比较小一些 原来如此 我们看到发明人 还是动了一番脑筋 运用了这个科学原理 在模拟的试验当中 是成功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看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 这个云梯的效果 会是如何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记者建议 老金把云梯车 开到建筑工地上 去实地试一试 那里的负责人老张 正是多年前 拉他一起干的老朋友 我等几个东西 等到一年多天 弄过来 现在弄好了 是不是 我看见东西 要忘了的 以后可以给你试一试 您那天不说要比试一下吗 可以啊 我看您这正好人挺多的 多少个人呢您这是 十个人 十个人 您这些人要运这 杀了多长时间能运吗 我这些人运这十个人的话 就是差不多四十几分钟 一个小时吧 金儿您看看呢 咱这运这东西多长时间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能运完 哎呀不相信 你们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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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确定可以赢过你 你觉得一定能赢他们 没问题 老朋友一见面 来不及寒暄 先要比试比试 这毕竟是老金的云梯车 第一次实战 他有信心吗 一定能赢吗 咱这准备 应该没问题 咱得准备几个人 我们就 我们就三个人 就三个人加上机器 一定能赢他们 你觉得 可以 他这个反应太慢了 他这个角度 往前面上 他这个态度太慢了 因为我们拉上机 扛鸡都跑 他决定我们 决定能赢过他们 师父们的自信 写在脸上 而老金的自信 却埋在心里 虽然不被看好 老金还是一丝不苟地 调整着机器 好奇的师父们 围着机器 左看右看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 看看这个大家伙 到底行不行 怎么样 人工队今天有信心能赢吗 有 真的有信心吗 有 好 您这样呢 金先生 等一期喊 有 有 一定能赢 一定 好 咱们准备开始吧 好 开始 比赛刚一开始 人工队的师父们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背起沙袋 就往楼上跑 他们十个人 要搬五十袋沙子 上三楼 师父们脚下生风 干劲十足 不一会儿 就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老金这边分工明确 一个人负责搬运 一个人操作机器 还有一个人 在楼上接应 而老金却在一旁 没有参与 这让我们有些奇怪 先生 我看您今天也没 也没搭把手 也没帮忙 您一直在这盯着呢 怎么了 这地基比较软 地基软 地基软 所以这个 冰激孔是 是吗 我怕有味道 我看他每次装的不多 就装的五六袋 是不是也因为你 对 冰激孔是地基软 高空作业安全第一 高空作业安全第一 对对对 那您觉得 这每次只装五六袋 最后能赢得了他们吗 但是毕竟还得来 这毕竟是云梯车 第一次实战 老金丝毫不敢马虎 和理想状态不同 工地的地基软 老金怕支撑系统不稳 不敢一次装太多的料 虽然云梯车 可以直接把料送上三楼 但是送料和卸货 还免不了靠人力搬运 为了显示云梯车 节省人力的优势 老金上下料都只安排了一个人 这一个人来来回回搬运五十代料 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看您跑这一圈也够吃力的 背后背后汗都湿透了 平常锻炼吗 这位老兄来来回回 跑了几趟就累得汗流加倍了 再看看工人师傅 他们的表情就显得轻松多了 对于习惯负重的师傅们而言 上三层楼简直是小菜一碟 已经跑了三趟 师傅们丝毫没有疲倦的感觉 这场比赛就像游戏一样轻松 对于每天要背着沉重的物品 上上下下无数次的他们而言 从内心里何尝不希望 能有个机器来帮忙 但是此时他们更希望的是赢得比赛 用心情的汗水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老金这边却有了心烦恼 虽然上楼变得很轻松 但是这往料斗上搬料 可是把这位大哥累坏了 怎么样气喘吁吁的 比较辛苦比较累 比较辛苦比较累 刚才那个我看大概运了三十多袋了 基本上都是你运的 对 这个东西是搬过来种 还是往上运的时候种 往上运的时候种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弯腰 然后再那个搬起来 而且还比较高 所以比较吃力 这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对 还能坚持搬完五十袋吗 试试吧 试试吧 行 您努力吧 运料斗只能降到距地面一米二的高度 这都快到这位大哥的胸口了 要想把料搬上去 他就得弯下腰 用力往上举 一代沙子大约重二十多千克 反复几次 人的腰和胳膊就会酸痛 大哥装料的动作越来越吃力 速度也越来越缓慢 虽然机器一如既往的轻快 可是这配合机器工作的人 可是快要吃不消了 人工队的师傅们速度不减 他们的干劲并没有随着比赛时间推移而减弱 眼看着这最后的几代沙子被一抢而空 而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大哥 他显然已经没有力气跑了 怎么样啊 人工队的已经全都搬完了 现在就剩你们了 搬不动了 这最后的几代沙子对他来说 简直比巨石还要重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他只要把他们搬上料斗 他们就有希望获胜 与此同时 人工队也只剩下这最后一趟了 只要他们加快速度 率先跑上三层 他们就战胜了云梯车 究竟是他们跑得更快 还是这位大哥搬得更快 比赛的气氛一下子紧张到了极点 人工队即将冲向终点 而这时云梯车的料斗也在快速上升 究竟谁才是最终的冠军 答案即将揭晓 你们怎么不下去了 咱 看完了 你们的五十袋都完了 那你们赢了 我们赢了 必须赢了 你们必须赢了 我们输了吗 你们输了 人家最后一匹都运完了 是吗 没想到 可能我这事没问题 可能是我装 加把装杀装的 你卸东西 你觉得累吗 不累 我卸东西不累 你们这车上的慢吗 不慢 车是没问题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可能就是下面装车的 一点慢 装车的那是有点慢 我们那队友可能有点胖 装车的 你这个事不能烂我 你主要是这个高度太高了 我这边坐起来特别费力 我现在宣布啊 人工队赢 老金 我看你不行了以后 不要弄你这玩意儿了 还不愿意跟着我来 还是搞这个工程算了 你等吧 等到我下次来 好好好 行行行 没问题 我欢迎你下次再来 老金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输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 运料斗太高 这无疑给运货增加了难度 也影响了云梯车的实际适用效率 手占吃力 让老金意识到 理想再美好 也要经得起现实的考验才行 回到厂里 老金顾不上休息 他们要尽快想个办法 上次咱们的问题主要出在这个 货陡太高 离地太高 人搬运的时候容易疲劳 那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看吧 这是我们第一代 这咱们第一代就是 导轨上面那个装货的货陡的底座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第二代 您看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这个明显比那个要 长刷这么一截是吧 对了 长刷这一截是什么呀 长了这一截 就等于那个 踢壁的一个延伸的这一块 咱们这相当于云踢壁的一部分 等于是 对对对 等于这导轨延长了一部分 延伸到地面了 对对对 改进后的云踢车 向地面方向又增加了一段踢壁 这样可以使月尿斗 下降到距地面40厘米左右的位置 好 您把这个蓝板打开 咱们看它现在有多高 现在就到我膝盖的高度了 对对对 我记得上次可能得到我这个胸口的位置了 对对对 那这样搬东西肯定省劲多了 改进后的料斗可以下降到成年人膝盖的位置 这样的高度搬东西真的能更加省力吗 我们又来到了那片工地 还是用实地测试 来验证一下云踢车的效果吧 咱们还来这试着 怎么样还满意 快了 好 太好了 再给你试一试 我看着还是一个样 看着老新的云踢车和之前的没多大区别 老张直摇头 降下来了 看着好像比上次这个情况要稍微好一点 您觉得要稍微好一些 低了的 您今天您这工人能有多少个 15个人 15个人 那人家一下子上次您跟人家还差不少呢 人家突然15个人 那你还有什么秘诀能提高的 我一个是降低了 一个是降低了 第二个我用无线遥控了 现在那人不需要在那里操作了 用这个无线遥控按一个按键 这个破斗就自己上去了 这次老金完全从实际使用着想 不仅运料斗的高度降低了 还增加了遥控操作 这样又节省了一个人工 那么老金煞费苦心的改进是否有效呢 张师傅 您这是沙子准备好了是吧 好的 专门准备了多少个沙子 200台 200台比上多一倍 您这人多少个 人15个 15个 咱们还是上次那个楼层 那个地方 怎么样这回 可以 他们多了5个人 多了50%的战斗力 一定能赢吗 咱们这准备 应该没问题 就三个人加上机器 一定能赢他们觉得 可以 你们能赢吗 有 有信心吗 有 好 咱们准备开始好吗 好 一 二 开始 开开 比赛开始 这200台沙子成了大家争强的目标 有了遥控器操作机器 老金这边又多了一个人搬运 只需一按 满载着沙子的料斗就快速升上了三楼 这时人工队的第一波师傅也小跑着上来了 虽然又增加了5个人 但个人能力相差悬殊 推脚稍慢的师傅在最开始就落了后 来 炒炒快大家加油 而云梯车这边有条不紊 老金很是得意 两个人同时运料 让云梯车的速度加快 只见云梯车上上下下飞快地运行 老金的脸上终于有了满意的笑容 对手的不俗表现 让人工队的师傅感到了压力 脚下的速度更快了 你们这一三趟了啊 一共这现在是45代了啊 累吗现在 现在不累 不累 一定能赢他们 能赢 好 看你们的 双方你真我敢 人工队已经搬了45代 再有三四趟就搬完了 可是人力毕竟有限 师傅们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充劲 怎么样 我看你们这后面有几个人 都拎着带的快拖着走了 好像也没太有劲了 有几个工程师有点体力跟不上了 这人的体力有差异是吧 刚开始就是为了饮品比赛 刚开始就是强度大一点 就是跑的上桌的 平常他们都是走着慢慢爬了 这会一跑马上体力就消耗完了 时间一久 人工队的师傅体力开始下降 先前的小跑已经变成缓慢的移动 有的师傅干脆坐了下来 看来真是不轻松 而机器却不知疲倦 一趟一趟平稳而快速的运料 转眼间一百袋沙子就运完了 你们还得接近一趟吗 人家这最后这几包下来就赢了 你们这确实输了是吗 我们累了 确实人也累了 好 最后一大帮完了 这就是咱们的比赛的结果 您这输了人家大概十来大 十二三大我刚才看了一下 确实 这次比赛 老金的搬家车以较大优势 战胜了人工 这个结果令老金十分满意 不过老张又给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有个朋友搬家 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搬的 能不能搬家 您这叫云梯搬家车搬过家吗 还没有 真的还没搬过家 虽然叫云梯搬家车 但是到目前为止 除了沙子 老金的云梯车还没有尝试过 搬运更大的物品 老张的朋友恰好要搬家 大家商量着 让老金去试一试 老师就我一个朋友 他家里老人搬个家 搬那些男搬的东西好吧 您这也没试过搬家具呢吧 这没有 那就先拿这个小件练点手 慢点 您慢点 好吧 那咱们准备操作 来 走开 由于是在居民小区 时常有行人经过 加上这次搬运的是家具电器 老金格外小心 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 生怕有一丁点的闪失 运料斗缓缓上升到五楼的楼梯间 第一次给人家搬家 大家都是小心翼翼的 先把洗衣机 电视 这样体积较小的物品搬上去 看看料斗能不能装下 老金更是一脸紧张 满载着家具的料斗缓缓下降 看上去十分平稳 突然意外发生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半 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到了 愣了许久 才回过神来 哎 这怎么了这是 哎呦 摔得粉碎啊 怎么弄的啊在这儿 刚 哎呀 刚才我脚了 好像这个 车往下录的时候 我有点一二七种的毛病 刹车突然启动了 这两天有着感觉吗 这两天咱们比赛啊什么的 有那么几次 有那么几次啊 有那么几次啊 之后就碰上了 我硬了 这东西多危险 是吧 是挺危险的 自己开始弄这半个 老张拂袖而去 留下惊魂未定的老金 和一地的碎片 这好端端的电视 怎么就会掉下来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刚发生的事情 起初 晕料斗平稳下降 没有任何异常 可是 当料斗下降到 三分之一的位置时 突然停住了 摆在最上面的电视 摇摆了一下 之后 就掉了下来 那么 玉尿斗为什么会 突然停住了呢 望着这一地的碎片 老金又伤心又后怕 幸好事发时 没有居民经过 要是有人 老金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朋友的不信任 和试验的失败 这双重打击 让他有些心灰意朗 看着自己苦心研究 又杀鱼而归的云梯车 老金 有了想法 凡事没有轻易 就能成功的 挫折不见得就是坏事 经过认真的研究 老金终于找到了 云梯车突然停住的原因 兴奋的老金 兴奋的老金赶紧给记者打了电话 接到电话的记者 很快就赶到了老金那里 接到你电话 我又来了 你好 上次咱们那个 不平稳导致东西掉下来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主要是因为 这个液压有仓床 工作之后 都会发热 发热之后 它就这个液压动力 它就失去它的动力了 然后我们解决了一个办法 就是液压系统突然失去动力 然后平台一下子 就突然一下停顿了 一停顿这一抖动 东西就掉下来了 那咱们怎么解决的呢 咱们在这里 给它加了一个液压系统 这是液压的散热系统 原来长时间的工作 使云梯车液压系统温度升高 导致制动系统 在运行中突然启动 运行中的运料斗 在空中来了个急刹车 摆在最上面的电视机 受到震动 最终从高空坠落 加了这个系统 咱们这液压油就不会高温了 整套系统运行就很平稳了 不会像上次这样的 动力骤停 然后东西掉下去 对 真能达到您说的效果 就是很平稳吗 应该是 应该是 那咱们拿到院子里 测试一下 好 那么这看似简单的改进 真的能保障 云梯车安全运行吗 我们决定 还是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在料斗里 放上一个高约一米的柜子 上面再摆一个大鱼缸 这个摇晃太大的话 鱼缸肯定又直接倒下来了 没问题 没有问题 你真敢 好 咱们看看 鱼缸里有几条小鱼游来游去 全然不知自己将进行一次冒险 不仅如此 老金还让人把鱼缸里加了很多水 稍微有些晃动 鱼和水就可能被甩出来 这些小鱼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秦先生 这一摇晃水会出去吗 不会 鱼会跟着出去吗 不会 确定没问题 确定没问题 这个蓝板咱要升上来 把它给护一下 升上没意义了 升上没意义 你就这么演示 而且这底下是空心的吧 对空心的 头重脚轻啊 是啊 不会刷 不会刷 真不会 那咱们就准备操作 好嘞 这对着我们摄像机呢 摔了可真丢人了 这么大的鱼缸 好 那您叫我开始 云梯车刚一发动 原本平静的水面就泛起了涟漪 这一点点动静 就是水面不平静了 这要是真的运动起来 鱼缸里还不得翻江倒海啊 联想到之前电视机的命运 我们不禁为小鱼捏把汗 随着涟漏的上升 水面也跟着晃动起来 鱼缸里的鱼 似乎察觉到了危险 显得十分不安 鱼缸顺利地升到楼顶 虽然水面一直晃动 但是鱼缸本身还比较稳定 接下来就要看下降的情况了 下降时处于失重状态 更难控制 之前的电视机就是在下降时出的状况 那么这一次鱼缸和小鱼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时不时地晃动 让水中的小鱼十分不安 下降时晃动得明显比上升时厉害 不过最终还是安全到达了地面 之后我们又反复试了几次 都没有出现摇摆剧烈或坠落的情况 我看上的比较稳 下面还是稍微有点晃是不是 您的意思是不愿意晃 可能啊 它不可能不晃啊 它只要运动它就肯定会晃 对对对 你这个状态满意吗 满意 刚才下来的时候稍微有几滴水 基本上没有洒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还不够高 我看您那屋里有一个挺漂亮的大花瓶 您笑什么呀 我感觉你在故意跳大花 这还不算刁难呢 平着放有什么难度啊 我看您那有个大音箱 我想先把音箱放底下 把花瓶放上面 行不行 可以可以 您笑着是没信心 不是 这水都没啥 花瓶它能倒吗 敢吃不敢吃吧 敢 那让他们拿过来 咱们再试一下 把那个花瓶拿过来 这个花瓶虽然不是什么 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 但是也价格不菲 看来老金真是豁出去了 我怎么觉得这 风一刮就会倒啊 是啊 但原没有风 但原没有风啊 能试吗 我怎么看着都觉得有点危险啊 可以试一下 稍有点晃晃油油 您刚才说这个风大了都不行是吧 不行 几方把握呀 五成把握 只有五成把握 它只要不刮风就行 只要不刮风就行 咱们是不是得离远点 万一这花瓶砸下来怎么办 好 你看吧 这次老金亲自操作 尽量放慢上升速度 让花瓶能够稳稳当当的上升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了! 真成功了! 您觉得现在这个成绩满意吗? 我也很满意了 咱们这液压系统现在是肯定没问题了? 肯定没问题了 那咱们上次张师傅那儿困惊 把人家朋友的东西摔了? 不应该可以再找他比试 再找人家比试 人家能同意吗? 把人家东西都给摔了? 不是 这次不行 我准备点东西 您准备点东西? 对对对 我准备 您准备点东西到他那里比下去 对对对 那行吧 咱们先找东西 拉到那儿去 看人家同意不同意 好吧? 好好好 好 行 走 两次试验的结果 证明云梯车能够持续平稳的运行 老亲这下觉得有颜面去见老张了 一来为上次的事给他道个歉 二来再让他看看自己的云梯车 还是很有价值的 张师傅 你好 我们又来了 又来了 我朋友的家都搬完了 你现在过来干什么 是啊 我现在这么不好意思 我把东西都拉了 再给你一下 比试 比试 比试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你弄过来的 对 金先生也挺心诚的 一大早去各个家去借家具 给你拉到这边来了 您看能不能再跟他比一次 你不要再以后 然后再摔了以后 上边就下边就 这边就会了 这边我把这个写件都迷我过来了 好说歹说 老张终于答应 再和老金比一次 大家对规则都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您这样呢 明白明白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开始 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一些家电和家具 看看双方谁能在最短的时间 将他们搬到大厦的四楼 怎么样搬着洗衣机 还行 商厦的四楼远比住宅高得多 对于相对轻巧的洗衣机 两位师傅没费什么力气 就搬了上来 怎么样好搬吗这东西 好搬 好搬 我看你们费了好大劲 转了好几圈了吧 你给沙发 而搬沙发的师傅 可没这么轻松了 沙发又大又重 上楼转弯都非常吃力 小心这碰到了 四位师傅小心翼翼 勤心合力 才把他搬到终点 上发搬的是挺吃力的 确实吃力 来 这个时候您转过来 转过来我看一下 您这 您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这么一会背上都看到石头了 确实挺累的是吧 一趟下来 师傅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但是人工队这边 毕竟已经搬了两件东西上来 云梯车那边情况如何呢 光看着人家在那搬东西 你们那东西怎么还没搬上来 哎呀我没的车怎么还没过来 你们连车都没过来呢 我看一眼 您这天车毛病了 是啊 我下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奇怪的是东西一点没动 老金的云梯车也没了踪影 老金这是在干什么 他不想找回面子了吗 好 开始 来来快快快 信心满满的老金 准备把云梯车开到楼下 可是车还没开到位 一个人突然冲了过来 我过来 我过来捡换换东西 搬东西往哪搬 我那边有车口 往那搬东西 不是我们要搬搬 不是 之前我看见过你们 在那个北边 对对对 当时施工 一个空闲 你们搬一搬 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是中央油业 人来人往的 你们搬东西 还有这么大的设备 是不是有点危险 之前比赛的场地 是在建中的楼房 而这次的楼房已经建好 时不时有人经过 为了安全 工作人员不让老金 把车开过去 更不要说搬东西了 无论老金怎么解释 工作人员 就是不肯放老金过去 僵持了一阵 负责人出现了 好说歹说 他终于同意了 让云梯车试一试 不过他也提了 一个条件 那我最多给你 半个小时时间 好不好 好好好 只能带这条路 这个不一样 好不好 好好好 这样怎么了 他这儿不允许你要 这儿不允许 那那 咱这车才四吨多一样 肯定要不坏 那你这币肠不 身到那儿已经是 到头了吧 接近 哎呀 这都试一试吧 就那路上能行吗 试一试吧 试一试 不确定啊 这还能比赛吗 不能比赛 我跟人家说一声算了吗 一定要比 一定要比 那您赶紧试一下 人家第一波人都已经上去了 好好好 老金只有半小时的时间 他必须抓紧每一秒 地点的限制 让极限长度28米的云梯壁 必须完全伸出 这些对老金来说 无疑是困难重重 一心想成功的老金 下定决心 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 让大家认可自己的发明 这也是对自己这些年 努力的一个交代 他亲自操作机器 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 可以浪费了 唯有期待机器 有个令人惊喜的表现 争取最终的胜利 提笔就位 运料斗也缓缓放下 工人赶快把东西 搬上料斗 这回再不会出现 把东西摔下去的问题了 不会了 你放心吧 行 加油大家 第一波运送的物品 是较轻较小的洗衣机和冰柜 随着物品被顺利地送到指定地点 老金的心里算是稍稍松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也轻松了很多 可是 不容他懈怠的是 人工队的进度 搬完了沙发和洗衣机 人工队的师傅们 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 搬运着沉重的冰箱 这台冰箱实在是太重了 师傅们不得不走走停停 缓一缓 歇一歇再往上走 我都听见你喘出声什么 又是 楼梯不好上 我看你脸上都一层汗了 确实累什么 和劳烈不堪的人工队相比 老金这边可是越干越起劲 他们也正准备往楼上运冰箱 记者发现 对于重心高 质量大的冰箱 老金他们十分谨慎 趁我这不注意呢 干什么呢 绑上吧 绑上比较安全点 还是不安心啊 这是 磨刀不误砍柴工 冰箱也被稳稳地送到了楼上 接下来 大衣柜 沙发 纷纷搬运完成 老金这边 就只剩下这盆绿植了 看来 这胜负 似乎很快就要见分晓了 见此情景 老张也有些着急了 他也来亲自上阵 要为胜利 最后搏一把 老金这里最后一次发动机器 一面是努力爬楼的人工队 一面是快速上升的机器 究竟是谁更胜一筹 让我们期待 最终的结果吧 随着最后这盆绿植被搬进屋里 老金这边 率先完成了比赛 老金的云梯搬家车 以较大优势赢得了比赛 这让他又重新赢得了老朋友的信任 深受鼓舞的老金 也对老朋友 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不懈地坚持 让老金最终获得了成功 让我们祝愿他未来的路 越走越好吧 云梯搬家车 关键技术在于第一 它降低了载物平台的高度 使得搬运更方便 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 提高劳动效率 第二就是改进了液压系统的可靠性 使得整个工作更平稳 如果要进一步改进的话 因为云梯搬家车 它属于高工作业 对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可以进一步地加以改进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面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续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梦华老师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这是一把针眼大小的刻刀 这是一台可以剪纸的机器 面对普通纸 磨砂纸 直绒布 机器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看机器如何弘扬传统文化 你见过扶靠墙上的单梯 你见过两杆节和人字梯 可是你见过独树易杆的梯子吗 它既能被迅速攀爬 又能保持稳如泰山 敬请收看物碍发明 能工巧匠